记者吴博轩台北报导 台湾大学英前校长杨畔驰不去任 预计明年需选出下界新校长 罕见有8人参战 今晚更由台大学生会主办校长给问吗 座谈会8人齐聚与学生面对面 接受包含宿舍不足 性别友善乃至科系资源分配等一体挑战 台大举办校长临选 目前共有8名候选人参与 包含台大电机资讯学院院长陈明健 台大历史系特聘教授陈若水 台大财经系特聘教授管周敏 中研院历史所特聘研究员王范森 清大电机系特聘教授吴陈文 台大电机系特聘教授吴瑞北 台大副校长张信瑞 中研院副院长周美英等 而为了关注未来新校长施政 台大学生会今晚举办候选人座谈 会具学生想法与未来期许 进行双向沟通 除了让8人分别进行6分钟至校里面发表 也安排提问 透过网络票选 学生媒体提问等方式挑战校长候选人 提问中包含宿舍不足 人文大楼新建困境 脚踏车停车乱象 人文领域资源长期弱势 性别友善厕所及宿舍的进展 乃至服务学习课程的利弊问题 学生在教务教务等会议参与其次等 各候选人分就各议题进行回答 展现个人立场与对台大的了解 如人文大楼就普遍共识 认为可尽速解决 也多承诺要尽速新建可容纳4000人的新宿舍 甚至提出言 旧校内共享脚踏车施行方案等 亦承诺积极推动开放学生参与校务 展现善意吸引学生票数